端午节到了 市面上应景香包不少 香包又成香囊 也较新香 古代人喜欢细在身上 驱毒避邪 香包的功能 它就是去蚊虫 增加家里的香气 老一辈人讲的香包是驱邪 台中慈激医院推广中药香包 准备中药材 白纸 薄荷 橙皮 货香 爱叶 还有佩兰 石昌浦 紫苏叶 肉桂 肉桂一钱 其余都是三钱 九种的中药材 我们可以把它打碎 或者是剪成断之后 放入我们的过滤袋 然后再放入沙袋里面 平常是可以挂在床头 或是窗户旁 然后可以这样吸袖 也能随身吸袋 有驱蚊虫效果 还能去除体内湿热 很多人会出现一些脖子紧 身体沉重 食欲变差 或者头胀头晕等等的症状 这个时候也可以配戴香包 来舒缓这些症状 端午佳节还有这款手工造香包 造季溶解后加入食用色料 看起来像种植绿色的颜色 接着滴入精油 倒入模型里大功告成 我希望有年节的时候 要有年节的气氛 我里面放的是薄荷精油 薄荷精油它本身 它就有驱蚊的功效 特色香包陪大家一起过节 大胸 黄紫玲 奥奥光辉 台中